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让我们透过网路的视频一起来聊聊 这个礼拜发生的重大的台湾的新闻 台湾的议题 这些议题或者新闻 或许不是台湾的主流媒体所关注的一些内容 但是其实这却是一个 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大小事 而这些的议题也许不是我们所关注 的蓝绿政治或是某些偶像政治人物的 这种所谓的政治议题 但是这却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都不能够忽略的这种所谓的生活政治的问题 因为任何的一个政府的政策 或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生活 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很多 不管是选举投票等等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判断上头 那我想这个礼拜一样 很多人都会非常的关注这个所谓的假新闻 或者是所谓的假消息的这个议题 那这个假新闻或假消息的议题 其实我相信特别是NCC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指责 的确在目前现有的法规当中 对于所谓的假新闻假消息的这种所谓的规范呢 特别是以NCC相关的这个主管的这些法规当中 它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例如说在虽然在卫广法里面有一些规范 可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时程 NCC恐怕也不是那么积极的在去处理 在面对这些问题 但是我必须要去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对假新闻是非常非常深恶痛绝 但是如何规范如何管制如何打假 恐怕都必须要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小心 有些是属于国安问题 那当然就会国安单位 他就必须要去处理 必须要去这个所谓的预防或是阻止这些发生 有些是属于这个所谓的治安的问题 那治安单位他恐怕也要去关注这些事项 NCC有他这个主管的职责 但是NCC你也必须要依法行程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处理的话 它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后遗症 特别是可能会造成的这个所谓的政府 对于所谓的公共资讯的这种所谓的濫权 或者是造成某种的寒残效应 也许我们现在正处在对于所谓的假新闻 非常讨厌的这个阶段 可是如果从长期来看 这些都是不能够去忽略的面向 当然他如果真的是跟国安有关 那国安单位就要尽快的去处理 而不是放任这些资讯随意的飘荡 随意的对这个社会造成一些影响 那另外一方面 我其实也要去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打假新闻非常重要 也固然的重要 那除了这个打的必须要有一些原则 打的必须要去防范那些所谓的 影响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等等后遗症的出现之外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更积极的做法 例如说我们觉得这些媒体很烂 其实我们就不应该去看他 不应该去传播他 去这个所谓的帮他做传播 甚至我们自己在阅读这些资讯的时候 恐怕也不要随意的这个乱传了 因为自己的情绪觉得 哇这个你很认同 你就开始去转传 这恐怕你就是这个散布假新闻的这个帮凶 那另外一个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 这种所谓的非盈利媒体 或是做得好的这些所谓的商业媒体 都应该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支持的 一些媒体的对象 就是我们应该想办法让这些好的新闻 这些真实的新闻 给更多的人看到 那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骂 或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批评 或是一天到晚在打假 除了这些所谓的规范之外 怎么样让这些东西出来看到 我想是每个月听人也应该去关注 甚至支持政府 在整个广电政策上面 传媒政策上面 都必须要去更努力的地方 可是说实在的 就是我们的政府在这个地方 我说坦白的是非常非常不够 非常非常做得非常的不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礼拜有哪些重要的新闻事件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是在台东有关原住民部落这个开发 传统领域开发的一个议题 昨天在行政医担门口 微信一连牵行进行 传统的角度议色 要来捍卫色域 部落的传统领域 因为台当管副会利用 第一本地区 也就是原来 节地要开发暗土地 买太阳灵供电池 但因为这个地方 除了是日本的设定 影响于比南座 较大地部的部落传统领域传统领域 幽報到我来看 部落表时官府第几孔一新年开始评估 第一本共电可能性 但只对部落传统领域 一年组统领域 与担向随便会 也不过进一步 进行生态人文调查 在昨天还没有了解 共电三业与政局 委员内容 整体影响性 关乎的公共交标 已经违背关系法中 自相同意团的协心精神 对了要求台当管政府 替会共电案 重新跟部落传统 重新委员 并请求万民会减法修正 主义出席万住民 保罗 统计参务办法 李行政医也派出代表 来了解做这个诉求 并接到丁政新闻告 并表示 一种上官内容 专达行政医 特别市场对万民化 继续一条内容 进一步来研究 记者综合报道 我想很清楚的 这个议题除了 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传统领域 这个问题 也就是包括像 知情权 同意权 在我们原住民的知情权 同意权 在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也讨论过 非常非常多次的 这个面向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在这件事情上面 在新闻当中刚刚也提到的是 这些公共工程的开发 就是在台湾 我自己在接触的经验里面 都会发现 这个公共工程的开发 事实上 其实都是一个 比较从所谓的专业的考量 那就像这边 这本新闻里面提到说 对所谓的文化 人文环境的相关的调查 其实相对之下 是比较少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很多 例如说好了 以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建设建筑 或者道路开发来看 例如说好 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很多的建筑 不会像台湾就是所谓的 砍掉重链 然后我们认为砍掉之后 它就可以大发展 这个是其实都是一个 非常老派 非常成就的一些想法 那其实他们会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我现在新的 这种所谓的建筑 不管是你在盖大学也好 盖房舍也好 就是屁马路也好 它如何跟传统的文化 跟地景 其实去做比较好的结合 可是在台湾并不是这样 台湾的工程 其实大部分都是 直接包给工程顾问公司 然后让我们去做评估 那这些评估 其实很大一部分 其实都是在于 所谓的工程专业 那当然这些评估 有更大的一个问题 恐怕是来自于 这个主政者 他本来的意向跟态度 然后其实工程顾问公司 也常常会直接的去符合 去这个所谓的 协助这些政府的 这些意志的去执行 他也不见得真正的去做 非常完善这个专业的 去这个所谓的 去把他这个 从他专业角度 去做这些所谓的评估 即使这个专业 大部分还是在 所谓的工程的部分 所以人文调查 或者是这种 所谓的环境调查 其实都蛮重要 其实有一次我跟这个 嘉一县现场翁张良 也谈到这个大学路的事情 我就说 你们也都是在听工程 顾问公司的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 虽然看起来是有道理的 可是一条路的 这种所谓的诊件 你必须要考虑到 这里的历史 考虑到这个地方的人 的生活形态 这个地方的老人 如果是比较多的 或者是这长辈 是比较多的 或者是这边的骑车 开车 行动都有不同的状态 如果你还是用 每个地方的标准 去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去做同样的施作 这恐怕会出很大的问题 那这也是我们在对所谓的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公共工程 必须要有更多的人文的思维 必须要更多的环境思维 更多文化调查 非常强调的一个原因 非常强调的一个因素 好那接下来这一则新闻 其实也是跟文化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则报道 陆港镇中山路上的这处空地 已经围上铁皮围离 原本在这里的百年老屋 二十一号突然被拆除 不过因为老屋位于商业区内 也未具文资身份 地主并未违反文资法 但百年老屋就这样没了 当地的文史工作者觉得相当可惜 那他有没有权利可以拆 事实上依法是没有问题的 依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对于国家历史风景区的 整个核心的这个想法 其实是违背的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担心以后这个方法 如果没有好的这个论述 或是好的这个配套措施 这个会不断的在 还是会继续发生 许书记表示 政府推动陆港镇 成为国家历史风景区 中山路就位于核心区 不过近年来陆续有老屋被拆 与国家历史风景区的计划 背道而驰 县府应该将中山路等市区 指定为聚落保存区来加以保护 彰化县文化局解释 该处聚落建筑并不密集 所以无法指定 那因为他现在的状况是新旧并存 就是说他并没有像一些县市的案例 聚落建筑是非常的密集 所以那时候并没有采纳 用文化资产的方式来划定 聚落建筑的部分 那而是用都市计划法的 这个所谓的保存区的部分来规划 彰化县文化局表示 拆除老屋依法要向建设处申请 但此案并未申请 将依法开罚 文史团体认为 如何让陆港中山路的老屋 不会逐渐消失 又不阻碍当地发展 还有待工部门多加思考 谜出对策 记者 专时被捧场群 张罗报道 在台湾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地方政府 或者是在选举的时候 常常会说 我们这边要成为这个 所谓的台湾的京都 我们这边应该要去重视 我们这些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聚落文化的保存 可是在实际上面 执政之后呢 这些东西恐怕都不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 他去关注的焦点 那有意思的是 其实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说 我要去强调 我们要去走文化观光 强调这种所谓的传统聚落的保存 可是其实你又主动的去拆房子 或者是允许这些房子被拆 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政府 他可能是有心 真的是想要去保护 这些所谓的文化的古迹 可是因为这个产权的问题 因为这个法规的不足 也使得这些房子呢 常常会出现所谓的自然的状态 就自我燃烧的状态 或者是他可能这个业主 他会考虑到 他自己生活的需要 或者是他自己的发展的需要 他也会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房子 给拆除给重建 这些过程未必是违法的 为什么是未必是违法 因为我们相关的文字法当中 对这样的一个规范 其实是比较 没有这个比较实质的规范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它也存在的 这个民众的需求 不管它是一个 所谓的发展的需求 或者生活上的需求 或者利益的需求 以及这个建筑本身的文化性 跟公共性之间的这种矛盾 但是已经这个事情这么多年了 已经这样的一个例子 已经非常非常多次了 如果我们真的觉得 这个所谓的文化古迹很重要 如果我们真的觉得 要去做这种所谓的成为 像台湾的京都 这样一个城市很重要 我想地方政府也好 或是中央政府也好 文化部也好 这都必须要去解决 要不然这个矛盾会不断的出现 而这不断的出现 也会常常让你真正 万一你真的是想要 这样的一个施政 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 思考文化的思考 也很难去达成 反而会变成是一种自我打练 好我们要把这个焦点到高雄 来看高雄人物工业区的 这个污染的问题 手拿康乃馨 环团跟大社居民数十人 在高雄市政府外 静坐20分钟 选择20分钟 是要象征大社居民 等待工业区降边 到去年为止 已经等超过20个年头 我希望今天不只是做成说 这样一种工业区的决议 而是把产业转型的时程表 或签详的时程表都列出来 男子人物大社这三个区域的居民 儿童的致癌风险 是十的富士次方 是万分之一 超过可接受的百万分之一的标准的 一百倍这么高 22号下午高雄市都委会 第73次会议 把这案列入第一案 环团跟当地居民在会议前 先向21位委员喊话 希望这个延宕超过20年的承诺 闯关成功 大社居民强调 82年政府承诺要把工业区迁移 87年又改为降边 虽然降边后 现有工业设备还是能运作 只是不能更新或新建 但还是希望至少迈出这一步 会中正反意见都有人主张 经过讨论 高雄市都委会通过降边案 对此市府表示尊重 不过强调 降边案还得成内政部召开审议会议 经过中央委员同意后才算完成 记者王庭孟昭全高雄报道 已经二十几年了 我想这个曾经有过的 这个所谓的降级的承诺 对于这个高雄的居民而言 等了二十几年 所以我们看到地球公民基金会 以及这个相关的支救团体呢 在这个现场静坐 都以这个二十 或者在发这个所谓的相关的 这种所谓文宣 都以这个二十的概念 来去表达这个心中 非常强烈的不满 以及非常长期这一种 无奈的这个等待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你会看到的是 政府虽然提出了这个承诺做法 但是其实拖了这么多年 那还好 还好这个已经决定 这个委员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那不过虽然市府说 我们会去尊重委员决定 可是还要经过 中央政府的这个核定 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切的顺利 那同样的在很多的地方政府 其实也都在讲打击空污 可是打击空污 就是对于你们在地 对于我们在地的这些厂商 这些产业的规范 到底是做了多少 对于这些产业的这种 所谓的规范 这些不足的地方 或者造成这些污染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用心去做 或者是直接违法 就应该就要让它停止 而不是在这种不断的 这种所谓的苟且 这种所谓的苟且 这些问题的不断的重复的出现 要不然一样嘛 你就刚刚谈到说 你一方面要保护文化资产 可是你不去处理 那个所谓的文资法 相关的这个条例 你说你要去这个 减少空污 可是对于在地的工厂的问题 不好好地解决 一样都是自我打脸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 关键新闻 我们下礼拜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